大家好,我是张老师 今天我要读一读第九课课文 我的眼镜呢? 好,再做一次哦 第九课课文 我的眼镜呢? 外公看报纸一定要戴老花眼镜 他常常手里拿着报纸找眼镜 有一天,外公在楼上叫 咦?眼镜呢? 谁看见我的眼镜了? 妈妈到厨房找 饭厅找 院子找 爸爸到客厅找 洗手间找 他们都没看到外公的眼镜 悠悠到书房找 桌子上 椅子上 沙发上 都没有外公的眼镜 奇怪 眼镜会在哪里呢? 悠悠跑上楼 这时候他看见外公正在床上找眼镜 悠悠笑着说 外公 我找到眼镜了 外公问 在哪里? 悠悠说 就戴在外公的头上啊 你看到 外公头上竟然有眼镜耶 他根本就把眼镜戴在头上嘛 好,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我现在要讲解这个故事 大家听听看哦 课文,我的眼镜呢 眼镜 glasses 外公看报纸 报纸就是newspaper 报纸 你跟我说一次 报纸 一定要戴老花眼镜 老花眼镜 就是for the older people 老花眼镜 is a word 他常常手里拿着报纸 找眼镜 看到吗 报纸 他找眼镜 找这个字就是search look for 找 找一找的找 有一天 外公在楼上叫 有没有看到楼上这两个字 楼楼楼楼 楼上的楼 upstairs 你眼镜呢 谁看到 看见我的眼镜了 妈妈到厨房找 找 again search look for where kitchen 饭厨 看见 search for where 饭厅 dining room 院子找 where yard 妈妈到厨房 爸爸到客厅找 客厅 search for search where where did dad search for it 客厅 living room 洗手间 restaurant 找 找一找 他们都没找到外公的眼镜 悠悠到书房找 哦 又看到了 他在哪里找 找书房 书房是study 桌子上 椅子上 沙发上 小朋友沙发 sofa 记得吗 都没有外公的眼镜 奇怪 好 奇怪这个字在第七课也有 掉到大雨 奇怪就是how weird how strange ok 眼镜会在哪里呢 悠悠跑上楼 好 上去 up low stairs upstairs 这时候 at this time 这时候 他看见外公正在 ok 正在 in the middle of in the process of doing what 床上找眼镜 search for the glasses on the bed ok in bed 悠悠笑着说 他笑了 笑着说 外公 我找到眼镜了 所以他找到了 眼镜在哪里呢 外公问 在哪里 悠悠说 就戴在外公的头上啊 所以你看到 他的眼镜是不是在头上呢 小朋友注意一下这里的动词 戴眼镜 这个字 这个字动词戴 D-A-I 戴 这个字是wear的意思 你不会说穿眼镜 不是穿眼镜 而是戴眼镜 小朋友 你有没有戴眼镜呢 那你家有谁戴眼镜呢 你想一想 然后告诉老师 好吗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第九课课文 我的眼镜呢 谢谢 再见